大家好,欢迎来到俗说宇宙,我是Limo 最近有点忙,所以小姑了一下,非常抱歉 好了,今天来聊大家期待已久的大型气态巨行星之一的土星 从土星开始,后面要讲的基本都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行星了 土星之所以称为土星,因为它肉眼看起来确实是土黄色 但是土星也并不全都是土黄色 从卡西尼号曾拍到的照片看 土星的北半球有一些部位和天王星类似,呈亮蓝色 这个主要是由于锐利散射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天空呈蓝色的原因 那为什么之前从地球上看不到土星的蓝色呢? 这是因为当时它的北半球被土星环挡住了的原因 土星它的体积仅次于木星,是太阳系的第二大行星 它的主要成分也是氢和氦,主要是氢 内核部分据推测也是岩石和冰 但是在它的内核外面包裹着一层金属氢 诶,你可能会问了,金属氢是个什么鬼? 氢元素怎么还和金属扯上关系了? 其实它是氢元素的减冰态物质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电子减冰态和中子减冰态吗? 它们都是在极强的引力或者说极其高压的情况下 把物质进行了极端的压缩 这时候原来的分子结构已经不存在了 此时的氢的电子已经脱离了分子轨道 而表现为像金属中的自由电子一样 所以此时的氢表现出来了一些金属的特性 这种形态在1935年就在理论上被预言了 但是一直到2017年才首次通过人工实验制得 因为想人工质的金属氢实在太困难 当时在一块气体氢样本上施加了495G帕的高压 有多高呢? 相当于施加了几千万公斤的力 这个压力甚至比地心的压力还要强 最终才成功把气态氢压成了液态金属氢 但是很不巧 后来存放金属氢的容器破了 所以这块仅有的样本就这么消失了 好了说回土星本身 在它内部的金属氢外面 是氦层和更厚的非理想液体的液态氢 它才是构成土星的主要成分 再往外呢 是超过1000公里厚的大气层 里边也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冰晶 因为存在非常厚的大气层 所以土星整体的密度非常低 实际上土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 密度比水还低的行星 土星的大气层看起来比较平淡 其实上面的风速也经常爆表 时速可以达到1800公里 仅次于上次说的海黄星 土星和木星这种类木的气态巨行星 上面都有很多条纹 土星的条纹相对比较暗淡 另外土星还有个非常特殊的特性 就是它这个看起来非常规则的六边形漩涡 这个漩涡非常大 六边形的每条边长都达到了13800公里 面积覆盖了土星的整个北极地区 关于它的成因 有的说是大气层中某种形式的助波 也有说是一种极光 反正目前也没有个定论 另外土星的自转非常快 别看这么大个个头 大概十个半小时就能转一圈 由于它密度低自转快 加上内部是流体 容易形变 所以土星的整体外形 是一个上下扁的椭球体 很多行星也是椭球体 但是都没有它这么明显 它的赤道直径和两极直径相差了有十分之一 土星是最早发现具有行星环的行星 早在1610年 它就被伽利略观察到了 不过那个时候的望远镜还看不清 所以它并不知道那是个环 只是觉得土星的两边好像长出了两个耳朵一样 后来又过了两年 当土星环完全侧对着地球的时候 伽利略一看 诶 那东西咋不见了呢 然后又过了一年 诶嘛 这东西咋又出现了 为此伽利略困惑了好久 现在我们知道 土星环虽然很大 但它的厚度非常非常薄 平均厚度只有大概20米 所以当它完全侧对着我们的时候 看不见很正常 土星环的绝大部分物质 是由掺杂了有机全浮物的水冰构成 另外还有少量的碳 这些物质都不太大 最大的可能也就顶一座小山 小的则和尘埃一样 另外根据卡西尼号的资料显示 土星环竟然有自己的大气层 大气中除了清外甚至还有氧分子 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细薄 细薄到如果均匀分布到环的各个部位 那么它的厚度只有一个圆子那么薄 关于土星环的起源有很多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 它是从形成土星的原始星云中直接形成的 也就是它和土星差不多是同时形成 一起诞生的 另一种是认为 它原本是土星的一颗卫星 由于慢慢进入了土星的洛西极限的范围 加上这颗卫星它本身的质地不那么紧密 从而被潮汐力给扯碎了 所以形成了现在的环 但也有说是因为这颗卫星遭受到了小行星 或者是彗星的撞击 从而瓦解成了现在的碎片 真相究竟是什么 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说完了土星环 我们再来说说土星的卫星 这种类木行星 它们的卫星实在是太多 多的数不过来 截至09年 有正式名字的就超过了50颗 已经确认的有67颗 不过大部分卫星的个头都非常小 很多直径还不到10公里 有足够质量 能够达到流体净力平衡 成为球形的也只有7颗 其中最大的 也就是最出名的 就是土威六 说土威六可能没多少人听过 要说泰坦应该有不少人都知道 没错 就是灭霸的老家 其实泰坦不仅出现在漫威里 有很多科幻作品里都有它 那为什么大家对它这么感兴趣呢 首先它是太阳系中唯一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 土威六是除木卫三外太阳系内最重的卫星 因为它有足够的质量 所以这也有助于它把大气层牢牢的抓住 另外 它的大气中的主要成分和地球一样 也是氮 占了98%以上 其余主要是甲烷和氢 还有各种其他的氢类气体 了解有机化学的应该知道 氢类这种太阳化合物属于有机化合物 所以人们怀疑 在土威六上面可能会有生命的存在 另外还有 土威六有95%的时间都在土星的滋层内 因为有土星磁场的保护 这就可以抵挡很大一部分太阳风的侵袭 这就给生命的出现又多了一层保障 不过由于距离太阳太远 它能够接收到的太阳光只有地球的1% 所以它的表面温度相对地球还是很低的 只有零下178摄氏度 关于土威六上存在的生命 目前科学界有两种推测 第一种是 由于它的大气成分和地球的早期很像 上面即使有生命 它们的形态也应该和早期的地球类似 所以别说智慧生命了 即使稍微复杂点的多细胞生物 应该都不可能存在 不过第二种推测是 不像地球生命以水为基础 土威六上面的生命形式 可能以液态甲烷为基础 它们呼吸氢气 消耗以缺 这就很有意思了 实际会不会是这样呢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 不过目前人类对土威六的了解 也仅限于之前的卡西尼号带回的数据 不过它已经在2017年完成了最后一次任务 然后坠入了土星大气 不过好消息是 据说加入了NASA新疆界计划的蜻蜓号 将于2026年发射 目标就是登陆土威六 寻找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 除了土威六外 木星的卫星也有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下期我们接着聊 好了 我是林伍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